我們要發大錢去國外玩 在台灣也是很好玩的 今天台客實境秀 我們趕快帶你來看看 我們要來到的是小琉球 小琉球這邊有什麼樣的好玩呢 其實這裡很多人 會是大家的消暑聖地 不只是海洋生態非常豐富 你可以直接潛水來到裡面 欣賞一下美麗的海底世界 還可以很近距離的 看到日錫龜 這就是在台灣 只有30公斤出城的小琉球 碧海藍天宛如明信片上風景 睡覺到了當然是要玩水去 小琉球有好漂亮的海底世界 還有其他別的地方看不到的 自己保養的動物綠西龜 我記得綠西龜只有在 自然客的人看過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期待 也有一點害怕喔 1 2 3 聽歌… GO 潛入海底世界 繽紛色彩珊瑚礁 一覽無遺 熱帶魚更近在眼前 小琉球 你們為了綠西龜 被我下的地方先進了 小琉球 你們幹嘛看過綠西龜 好大隻喔 我第一次經驗看到綠西龜 超大 超大隻的 一最近距離 遇見綠西龜 瞧他們游泳 彷彿在天空翱翔 有夠可愛 真的是太幸福了 大哥說啊 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 可以跟綠西龜做會去 一個是夏威夷 另外一個就是小琉球 浮潛完肚子肯定咕嚕咕嚕叫 來到號稱小琉球的西門町 當地小吃當然不能錯過 這是什麼東西 飛魚卵起司烤米 所以你現在這就是飛魚卵起司嗎 對啊 這就是飛魚卵起司 薄薄餅皮抹上厚厚 飛魚卵特製醬 金黃色澤 香氣逼人 它的這個麵皮非常非常的薄 但是因為有加飛魚卵的關係 所以你咕嚕咕嚕咕嚕 對 而且是非常濃 不只這樣 還有純手工製作 又長又薄 魷魚片 多種口味任你挑選 和這獨特爆漿黑糖包 滿滿黑糖閃的發亮 都是必吃口袋名單 難道小琉球 不只沙灘 陽光 海水 也能一飽口福 3D新聞 鄭遠龍 陳文君 台北報導